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中天新闻 秀方点题节目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 做客的这一位呢 是在台湾好久不见的歌手张信哲 他是华语乐坛90年代的代表人物 也是当时家喻户晓的情歌王子 一首爱如潮水 成了当时台湾KTV里面的国歌 也牵动着五六年级生的共同记忆 每个人都仿佛能够在他的歌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但相较于8090后的台湾年轻人来说 可能就没有这么熟悉了 那么这个记忆上的断层 在大陆倒是无缝接轨的衔接上了 这十年来张信哲把演出的重心 转移到大陆之后 迅速复制了台湾的成功经验 成为同样家喻户晓的情歌王子 那么早在1998年的大陆春晚 他就已经是最受欢迎的台湾歌手代表 由他演出的地方 甚至必须要出动警力 来预防可能的暴动 那么他的情歌 在不同的时空里同样风起云涌 为两岸写下了完整的爱情注解 既然爱了就不后悔 再多的哭我也愿意背 我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紧紧跟随 这首歌你听过吗 走一趟台北街头听出了世代差异 旋律很熟悉 我不知道耶 没有 没有没有听过 我不太知道耶 张雨昇 你是炫的 90后的年轻人太不给面子了 这可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国歌 不过原唱先别急着难过 七八年级生这样说 听过 你也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吧 有的爱情 有啊 张信哲的 爱如潮水 有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以前念书的时候就听过了 那时候走在路上都会听到 对 所以自己也会穿 会有世代断层 也不奇怪 除了长江后浪推前浪 当年叱叉歌坛的张信哲 近年来淡出台湾荧光幕 而把重心转往大陆 1998年登上央视春晚 和毛宁刘德华同台演唱 不止如此 他更成功复制台湾经验 一手手折士情歌 征服对岸 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台湾歌手 他在大陆那边也很有名 然后像我们这么大年龄 听他的歌很得了 张信哲的 你难以靠近 难以不再想念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 就以15年来说 就是大型的演唱会 就是应该是 如果没记错 大概25场左右吧 说起海外版图 张信哲轻描淡写 一年25场巡回演唱会 场场爆满 时不时还得出动警力 维持秩序 就怕粉丝暴动 他更缔造金骨两地 开最多场次个人演唱会的记录 你在每一次的曝光 每一次的表演 都带给大家一个 很清楚的讯息 就是你现在想要做什么 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 或是你现在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 很清楚的给大家听到看到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不愿别的爱人间是你的妇媚 你得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深耕大陆20年 张信哲唱片一二三线大小城市 谎谈节目真人秀都看得到他的身影 在不同的时空里 这些年 这些歌 陪你走过山水 陪你笑看人间 你是情歌王子 我就不知道你平常跟影迷 歌迷的互动怎么样 会不会因为你唱情歌王子 你讲了很多爱情故事 他们把你当成爱情顾问 就会不会问你一些爱情问题 你有碰过一些疯狂的 热情的一些粉丝吗 什么样的状况 那种疯狂的粉丝比较少 但是我非常佩服的就是说 有一些粉丝是 他们真的是神通广大 就是在某一些场合里面 就是其实在每个场合都可以看到他们 然后有一些甚至是我意想不到的场合 他们都可以进得去 比方说 比方说我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 在演唱会 在人民大会堂 大家知道他们开会的地方吗 就是所以我们进出都一定要有那个证件 而且那个证件是贴我们的照片 再配上一张进出的票 所以他每一次进出都要刷那个证件 跟交一张票给他们 然后过安检才能够进去 然后我们的后台 包括物总会 没有带证 他们还是不让我进去 就是刷脸都不行的那种 他们竟然可以在里面 还是可以 行动自如 然后比如说 中央电视台 的录影现场 那录影现场基本上就是 我们是要上台表演的人 我都进不去了 对 也许果然这很严格的 对 就是说 一定是要那个导播带着我 进去到台上 他们才让我进去 而且我的背包 我的什么都不能拿 一进去 他们怎么也在里面 而且没有人 就是没有人觉得他们是 有任何的问题 就觉得他们好像是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你没有打听一下吗 这个 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就神功广大了 都是熟面狗 对 差不多 所以都认得了 会打个招呼 当然会 因为我最常说的是 你们怎么也来了 这一次这样子的 对 所以我就说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 而且感觉上他们也不用上班 就是在随时都可以看到他们 只要我有工作 那他们看到你之后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会过来这个 当然这个拍照 签名 跟你聊天怎么样 会吗 也不会 也不会就是静静的欣赏 坐在旁边静静的欣赏你 不断的拍你 不断的拍 我想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 听你的歌 在受伤的时候听你的歌 的确有时候会觉得 你的歌里面是有某种疗愈效果 我就不知道你平常 你自己听不听你的歌 平常不会 平常不会 对 但是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怎么说物极必反的一个原理 就是说我其实都是在录音之前 听这些歌 那 就是工作跟生活是分得很开的 也不会 其实这些歌其实已经先疗异好 治疗好我 我才会唱给大家听 就是说我在选歌的过程 其实也是在自我疗异的过程 因为其实每一张专辑对我来说 它 我希望它是我那段时间的一个生活 或是工作的记录 所以其中其实有某一些音乐 其实它是在反映我那一段时间的生命状态 所以 我通常都是在真正的透过这些音乐 把我自己修整好了以后 我才会在录音室里面录这个歌 那相对的我在录这个歌的时候 因为有之前的这些自我修整 自我疗异的这个过程 我才能够把这些情况放到这个歌里面 这很有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你的情歌疗异了很多人 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 你自己自我疗异的过程 对 当然是 但是绝对不会 不是那种 发生过后我再拿来听 而是说 在我修复完的过程之后 我才会给大家听 这些歌已经修复好了张信哲 也可以修复你们 对 听起来像某种宗教 对 我常常说这也是邪教 这位邪教教主走红过程 就像中邪一样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唱片公司老板就直接说 你不会红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抱着会红的心态 经过那个过程的时候 就会觉得你一直被人家说你不红 你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会不会很受伤 我其实那个时候觉得应该的 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当明星这样子 在一片不被看好的声浪中 出了第一张专辑 没想到却一名惊人 成了90年代唱片业的大黑马 短短半年内连出三张专辑 而且张张大卖 敢拍两部电影 忙到每日每夜的走红滋味 让21岁的张信哲也耍任性 我那一阵子还有一次 就真的跟我老板发脾气 说我受够了 我不要再拍了 然后他就 他也知道了 因为我那段时间真的是 真的是每天不眠不休这样 所以他就真的就说好 没关系 我帮你订一个酒店 你就去睡一天 然后其他的事情我帮你扛 他就自己去听通告 然后跟大家道歉什么的 然后睡了一天以后 还不是乖乖的又来了 演艺圈的模范生还是有了代价 唱出情歌新境界 也唱进红尘男女的心坎里 不论是初恋 热烈 爱就一个字 我只说一次 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暗恋 还是失恋 爱情中的酸甜苦辣 缘起人灭 一手又一手 一遍又一遍 陪伴千千万万人 笑着 哭着 疗伤着 情歌王子 撫慰人心 但王子曾经想要撕下这标签 我现在学会跟他和平共存 就是说 当然讨厌 不能说讨厌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风号 很像限制你很多 然后让大家对你有一个固定的看法 你很难去突破 无法突破自己 又遭逢唱片夜大萧条 有志男生的张信哲 陷入瓶颈 一度想要退出乐坛 但一转念 豁然开朗 唱歌吧 跟人生一样 其实本来就是有很多的不完美 那这些不完美 拼凑起来 导致于 这个人生很有味道 而不是为了改变 或者说为了证明我可以多怎么样 然后去做很多一些 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 你不会希望听到Winnie Houston 去唱妖鬼 你也不会希望Seline Dion去唱Rap 你也不会希望听到 比如说Rolling Stone来唱R&B 我本来就是一个长情歌的人 我爱你 是多么清楚 多么坚固的信仰 我爱你 是多么温暖 多么勇敢的力量 任谦定位 专攻情歌 出道三十年的张信哲 不只成为感情习题时的救赎 也让自己在音乐里找到信仰 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爱是一种信仰 把你 带回我的身旁 我们看到一个歌手留下来 三首五首算是多了 你大概有上百首经典的歌曲 对你来讲 你对于音乐的信仰是什么 你觉得经典的东西 跟一般吸引耳朵 就过耳旧忘的这些东西 有什么样的差别 因为唱了这么多的情歌 所以我觉得 很重要的就是 这些东西要能够打动你 就是可能一般 最容易的说法就是要走心 但是我觉得走心这件事情 见仁见智 但是我觉得 对于音乐的追求 这个部分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常常会回想过去 比如说90年代 那个唱片业最辉煌的时期 其实我现在去回想 我也会觉得就是 那个时期的这些作者 在唱片工业化的这种 生产状况之下 为什么可以写出那么多 那么经典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经典 大家还是会传唱的歌曲 因为照理来讲 我们会觉得 音乐跟创作这件事情 好像是一件 跟艺术比较贴近的东西 它需要可能需要时间 需要情怀等等 可是这毕竟是一个商业市场 在这样的坚持之下 会不会损失了一些巨大的利益 有没有很多周边人劝你 你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 这么好的声音 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些大量的 容易上耳的 能够制造全球风潮的东西 吸引巨大的利益呢 我也很想 但是这种东西绝对是要 我觉得品质要够好 然后音乐本身要够好 说回来你还是在坚持 你没有办法忍受那种 中间对不对 不能让你满意的东西 对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 我的生活需求其实很低 就是说住也够住了 吃也够吃了 然后我的家人 也有一定的生活品质 所以其实 我觉得对于 所谓的金钱利益的追求 我没有那么大的热情 那反而是 在衣食无忧的状况之下 我能去 能去做一些真正 我觉得值得做 然后好的东西 我觉得反而是 让我的精神生活 精神领域更丰富 所以平常给大家的感觉就是 这个大明星深居解除 你好像都是给大家有这种 神秘一点的印象 是一种刻意营造 它就是你一个天生的个性 你的娱乐圈朋友多吗 你跟大家上夜店 出去玩吗 娱乐圈的朋友其实不是很多 是刻意的吗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的个性 是比较安静的 然后所以很像 跟一般娱乐圈的喜欢 喜欢热闹 喜欢喧哗的这种 小朋友 比较处不来 然后所以其实我大部分 在娱乐圈的朋友 都是幕后的朋友 都是幕后的工作人员 比如说制作人或是词曲作者 那真正艺人的朋友 其实出来说去大家看到的 也就是那几个老面孔 比如说像哈琳小五 萧黄奇 那一个虾子你叫他去哪里 晃 所以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 你知道跟黄奇就是 好 找美食 他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找美食的地方 就是聚聚吃东西 聊聊天 听音乐 就是这样 那你说哈琳一个老头 他也不爱出去 所以其实 其实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生活圈 其实跟大家想象中的那种 在夜店 或者说在这种 对 比较不一样 努力认真好像是你人格 人格特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听到一个你的艺人朋友 这个谢丽卿 他曾经讲过 他说他跟你唱KTV 他唱KTV是一个很轻松 在玩乐的状态 只有你每首歌都唱得 非常非常的认真 连小调都唱得很认真 是这样吗 对 我觉得这个是 我的个性的一个缺点 就是什么事情都还满较真的 就是说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 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玩也要很认真的玩 所以虽然 虽然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 干嘛这么压力这么大 但是我会觉得 好像这样比较不会浪费生命 对我的感觉 张信哲的人生舞台 除了演好歌手身份 收藏家这个角色 也是全新投入 克斯在中国的织绣里面 算是一个很难 而且很特殊的技术 沉浸在古董世界 从专业到品味 张信哲信首年来 这件是嘉庆的龙袍 织绣类的东西 是从阿祖开始 但是收到最后一定是 一定是到最好的 到宫廷的东西 对啊 那所以 所以宫廷的东西 最代表性的当然还是这些 服饰类的东西 那你说宫廷类的服饰龙袍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 那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就赶快买了哦 像这样的古董龙袍 它就珍藏多达70件 每一件都要价不菲 这一类的龙袍 现在如果一般的市价来说 就大概需要 100万港币左右 那它是红色的 就是要结婚的时候才能穿 所以这双是一双洗鞋 这双洗鞋意义深远 它不只是曾竹木的遗物 也是它人生第一件收藏品 我要做其实就是清朝人 然后绑小脚的那种 然后他去世的时候 我阿嬷整理他的遗物 就整理出一批 他年轻时候的刺绣 绣花鞋 他结婚的衣服什么那些的 然后就被我拦截 因为他本来要烧掉给他们的 就被我拦截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收 举凡刺绣 瓷器 化作 家具等 他钻研 他寻宝 对他来说 这些老东西 是老家的味道和记忆 因为我阿公 他就是做家具的 其实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特别有感情 那像以前我捡一些破烂回家 其实我会跟我爸爸一起修 我们一起整理一起修 从启蒙 把玩到收藏 30年来买卖 办展 出书 分享 投资到演讲 即使是朋友眼中的破铜烂铁 或是被贴上10亿身价的标签 张信哲深知 收藏尽赏的快乐 股价 在整个收藏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有没有一些 当然我们都说他有一个缴学费的过程 从一入门 你有没有自己上当受骗的一些经验 当然有 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 怎么说 庆幸的部分就是说 我不是那种 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收藏家 我不是那种疯狂 然后或是说甚至 现在有很多 我一直在强调就是 不要抱着投资的心态去收藏 那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 我当兵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两岸才刚刚开放不久 所以有很多 从对岸过来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 对于台湾本地的东西 很有热情 我希望留住台湾本土的 这些老东西 所以我收集了很多 台湾的老家具 然后我当兵那个时候 其实因为也没有什么时间 也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去了解外面的那个情形 所以我就到一个 我之前还蛮常去的一个古董店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是某某那个大家族里面 出来的一个椅子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也没看过那个东西 然后我也很相信这个店家 我就买了 而且那个是 你知道当兵的时候 钱很少 所以是那种分期付款 把我的所有的存款 都给他以后买了 那张椅子多少钱 不多啦 那个时候好像是两三万之类的 但是你知道我们当兵那个 我那时候月薪四千块 所以存了很久这样子 然后后来退伍以后 就可以去到处走了嘛 那个时候 张宾公司就让我到大陆去 开始发展做宣传 那时候去的时候才发现 为什么到处都有这种椅子 那时候就知道 哦 被骗了这样子 过了几年以后 大家再把这个歌调出来听 你还是会感受到 那个你真正想要表达的 这个情怀在那里 我觉得这种音乐 才是我一直想要做的 我已经有了真感情的隐瞒 对我说 别怕我伤心 音乐正是张信哲的信仰 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 他有所坚持 不愿随波逐流 因此他跟其他歌手很不一样的 他留下了上百首的情歌经典 另一头在出道30年的过程当中 他始终不忘初心 对自己有强烈的坚持跟要求 也因此在激烈竞争的演艺圈 始终有独特的地位 以及保有一席之地 今天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